大家好 君子蓝呢是一种特别受欢迎的这个花卉绿植 那么我们在家庭养护这个君子蓝的时候啊 大家呢如果发现有一种情况 那么就要立即给你的这个君子蓝换盆 要不然的话呢会影响这个君子蓝后期的长势 那么是哪一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给君子蓝啊 马上更换盆图呢 那就是你这个君子蓝了 我会发现了他这个根呢 全部是往上面生长 然后呢从这个表土里面的露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更换盆图 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呢 这个盆已经小了 然后你的君子蓝呢生长得特别的快 那么它的根系呢 长得特别的多 已经没有足够的地方来给它生长 那么它就会往这个盆图表面来生长 就像这种情况 那么就说明呢 盆图的生长空间有限 就一定要及时更换盆图 要不然会影响它后期的生长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虽然这个根呢 还没有长满你的整个花盆 但是呢 盆图的透气排水性已经非常的差了 那么根系呢 它要吸收到新鲜的空气 就会往这个盆图表面来生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一定要及时的更换盆图 要不然盆图透气性不好 盆图板结等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呢 浇水浇不透出现空根 或者是能影响你的这个君子蓝后期的生长 但是如果是像现在夏季呢 我们不适合换盆的话呢 大家可以给它在盆图里面呢 埋上一点发酵 服输好的这个蚯蚓粪 蚯蚓粪呢 它可以让盆图啊 更加的疏松透气 我们呢 在这段时间呢 可以把它盆图上面呢 缠一缠 缠松一点 给它埋上一点蚯蚓粪进去 然后呢 拌一下 这样呢 可以有效的调节盆图的一个疏松透气度 这样的盆图就不容易绑结了 但是呢 等到秋天之后 大家一定要及时更换盆图才行 所以呢 大家在养君子蓝的时候 发现这个君子蓝的盆图表面呢 长出了非常多的根 就是说这个根已经往盆图表面来冒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及时更换盆图 好了 今天就我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